歡迎收看 媽媽寶神 KLOMA廚房神助手 專家家裡都有它 好肉可以解決油煙的神助手 它這下面有個導油孔 你在油啪啪啪的時候 它會這樣子流下去 它會這樣子流下去 對 也是不一樣 老師剛好這個應該會點頭吧 所以這樣如果這樣的話 我會覺得安全很多 真的 軟耶 打它很快 好厲害 老師又再來一組 她加油 妳加油 蔥薑 蘸 洋蔥這種 妳要切了放至15分鐘以上 這樣它戰術流化就會更多 廚房像戰場 媽媽手忙腳亂怎麼辦 今天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分享自己在廚房的秘密武器 到底媽媽們各自有什麼樣的神助手 讓她便利出好菜 精采內容馬上開始 愛瑞希要怎麼樣解決媽媽的困擾 有什麼東西 對 像我 就是從小我就跟我爸媽媽 他們一起喝茶喝到大 然後結果 我一結婚之後 我發現有了孩子以後 根本沒有辦法好好喝茶 因為你看你就花時間 然後把茶放進去以後 然後一弄小孩哭了 然後你就衝去弄它 然後弄完之後你回來 你的茶又冷又涩 對 然後後來我就乾脆放棄 喝茶這個小確幸 然後後來呢 我就發現一個東西 我覺得超棒 它就是一個膠囊 然後這個膠囊呢 真的超方便的 我以為像咖啡才有那個 對 這個真的很棒耶 我也以為只有咖啡才有 然後現在呢 就是有像這樣子的 小的茶 然後它很棒的點就是 它每一顆都是用 蛋器典充 所以可以保鮮 所以我們茶葉 放久了是不是就很容易發霉啊 不新鮮 那像它裡面的茶葉呢 都一片一片的 然後它還是用那個 自然的農法去栽種 而且是有機的 你看很像小玉帽一樣 好可愛 最重要它很方便的是呢 這邊像這樣子的一個水壺 它是專用的水壺 那我們把它打開來以後 這邊就有一個小卡榫 要買它這個專用的水壺 對 對對對 然後呢 就把這個玉帽的東西呢 欸 你還好喔 欸不是 很可愛 把它放進去 就這樣卡進去 一秒就好了對不對 對 好 然後裡面呢 它就有水位 我們就注入熱水 然後把這個東西呢 蓋起來 欸很棒耶 最方便的是 不是只有這樣喔 它上面有一個計時器 所以我可以轉 你看這上面有數字對不對 喔 這個地方是 它上面 對 有一個小數字好 譬如說我第一炮 我可能就會用快一點 就是兩分鐘 然後就把它擋著 就滴答滴答滴答 就給它擺著 等它好了 它就會吊一聲 那你就把它轉過來 即使你沒有馬上要喝喔 因為你轉過來 它水位離那個茶包 它會不會再泡著 它就不會色掉耶 然後重點是 你可能過了半小時 才有時間回來喝 它一樣還是很熱 而且因為它是保溫 不會色 對 然後它很好的一點就是 它又都是有機的 所以我現在呢 就可以泡了一個好茶 然後慢慢的這樣子 倒到漂亮的杯子裡面 是不是 然後就可以 像以前單身一樣啊 好好地享受一杯好茶 然後再來 配這個漂亮的甜點 這個好棒 是不是很方便 是耶 它裡面的茶葉泡開 它是一片一片 很像我們平時 真的在喝茶一樣 超香的 對 真的很香 可是它下面那個紙是OK的嗎 它這個紙就是玉米纖維 就是食用級的 其實我有點擔心它的這個 就是不是只有它啦 比如說我們現在一般這種 咖啡啦 或茶的這種茶包的材質 它到底是紙還是紙 平常如果大家碰得到的茶包 大概有四種你會常見的 那個材質 第一種就是真的紙 就是找你用黏紙 有沒有 然後用一個 定書記定的 你有沒有有一個 好耶 然後弄一條線的那個 對 那那種紙如果它為了 保持它 放進去之後不會破掉 因為你想說我們一般的紙 沾水那麼薄 不是應該會破嗎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是紙質的 那施強劑他們就說 擔心就是說在泡製過程中 可能會有三綠餅二醇 三綠餅二醇 聽到這什麼 就是以前有一些 製作不良的化學醬油 可能產生的自癌成分 所以紙的擔心是說 如果它用紙 但是它剛好有用到 濕強劑這個問題 那第二種也比較常見的 就是說你會發現 有些茶包袋 它是看起來很像 我們這顆浴帽喔 它是透明的網子 它那個通常就是 PET的材質 就是一種塑膠 就像你寶特瓶的那一種 可是塑膠是脹的 但是它PET的材質 就是說你會覺得說 那塑膠可以遇到熱水 它大概其實 以它你泡茶的溫度來講 你不要泡到100度 你大概 95度 90度以內 其實它還算OK 但是你如果溫度一高 你剛好用超級熱的熱水去沖 那就不保證它 如果溫度不超過也OK 還有第三種 看起來像紙 卻不是紙的 叫做不知步 對啊 那很多人以為說 不知步就是步 其實不知步也是塑膠的一種 啊 我以為 對 是是 是是 不知步耶 是不知步耶 所以一樣就是 你不要顧著 所以我們不知步 我其實不是很擔心 它拿來做茶包 因為茶包一樣 你泡的溫度不會太高 因為你不會滾它嘛 所以你泡的溫度 不會太高 不會太久 所以也還好 比較擔心 你把它拿去當乳包 有沒有 就一直乳 一直 那比較擔心 然後另外就是這種 所謂的 玉米纖維 玉米纖維其實 有另外一個名字 你一定聽過叫 聚乳酸 PLA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人塑膠袋上面 也會印我們是 玉米製作的環保塑膠袋 對 那PLA 它為什麼叫玉米纖維 就是說 因為它是從玉米澱粉 其實有其他的澱粉 都可以提煉出那種乳酸 乳酸之後聚乳酸做的 但它有一個缺陷 它其實 預熱 它不耐熱 對 所以它常常會來 作為那種 熱縮塑膠 有一些東西 你把它加了 它就塑起來 熱縮塑膠 你會發現 如果它照道理 它在65度上面 它就可能開始縮了 第二個事情是 你怕酸 怕血鹼 可是我們的茶葉是微鹼 所以也可能擔心它會變形 但是至少它的成分 就是乳酸聚成的 所以很煩 就算是溶酥東西也無毒 對 就是這樣 只是有些人會覺得 它預熱就縮起來 會不會展不開之類的 我想要先提醒的就是說 其實我看到很多媽媽在喝下午茶 媽媽小孩子過來 就說給我喝一口 給我喝一口 然後媽媽就會給孩子 喝一口咖啡 喝一口茶 其實我還是不建議這樣子 因為咖啡因對小孩子來講 是傷害大的 我建議媽媽如果泡這個 含有咖啡因的茶的時候 可以幫小孩準備一點 然後蔥的茶也很好喝 對 然後其實點心 我會建議用全食物 比如說有時候就準備一塊 小玉米或者是把毛豆 或者是半個地瓜這樣子的東西 會好喝 好喝 有一張下午茶 我第一次都有在吃下午茶 英式下午茶 我們是毛豆 麵瓜 而且我們很厲害喔 我們要怒三層 第一層毛豆 第二層玉米 第三層雞瓜 沒有 會鹹的跟鹹的 真的 不過這個真的還不錯 很方便喔 謝謝 謝謝 歡迎沛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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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大家介紹的是那個 烤肉可以解決油煙的神助手 因為我是一個百分百的韓劇迷 我每次都會跟大家分享 我看了什麼新的韓劇 那你看韓劇 那種韓國綜藝節目 他們就是一直在烤肉 韓劇一直在烤肉 對 烤肉 看著你每次都很想要吃烤肉 然後每次加個身材 然後 對 然後加泡菜 對 以前都不喜歡吃那個 滋滋花 油油油油 看完韓劇都很想吃 我們就很想吃 他們真的很會烤肉 真的 就會很想 可是因為其實之前寶寶小 你又不可能帶寶寶去烤肉店 油煙多洗 結果呢 我老公就很貼心 他買了這一台送給我 哎唷 你看他的造型真的很酷 他打開了 他上面會有那個 紅外線的燈 他會慢慢變 他是上下都會加熱 所以他上面是紅外線 對 要小心 他其實很快 上風下烤 對 他很快就熱了 然後 然後就是他呢 很棒的是他不用用油 就是不用用油你就可以烤 他不會沾黏 他加熱很快 超燙的超燙的 他加熱很快很快 來烤一片 對 我們來烤肉給大家吃 哇 這三層肉 所以你也不擔心他油太多就對了 對 他這下面有一個導油孔 就是很棒 你在油啪滋啪滋的時候 他會這樣子留下來 然後就變成變成變成壓 而且你看他其實烤得很快 然後 可以轉 所以很厲害 對 之前有朋友來家裡 你就是大家這樣圍一桌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是一邊烤 大家都發一個夾子 然後在那邊烤肉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烤 自己想要的東西 然後自己轉 他老師應該說這個應該會點頭吧 老師我這個下午才會快掉吧 中秋節那烤肉他老師都一直搖頭 他說在家自己烤 就不用烤 對 就是我覺得在家如果用這樣的話 我會覺得安全很多 有沒有 太強了 OK 真的 拜拜 遇到蠻多 他們就說他們在家裡烤肉 結果家裡就小孩子 還有大人都一氧化就一氧化 這案例蠻長的 很可怕的 因為我這個已經烤了 有沒有要來試吃看看 我要試吃 邊吃邊問一下素卿姐 所以這種紅外線烤肉 跟一般的烤肉有什麼差別 對於危險上或安全上 我剛剛其實很想講說 你們剛才說這很熱對不對 你們家他 冬天用的電暖爐 也很熱 你現在吃麵包 沒有這才可以給他過一口氣燒 也真的 其實呢 或者是像唐老師以前會教大家中秋烤肉 說你不要用炭 他就是用家裡的小烤箱烤 是同樣的稻人 其實只是這一台 他的做比較做做一點 我們這一家就是要美麗一點嘛 對 為什麼呢 第一個好處理由就叫 因為沒有炭火 沒有炭火就是 沒有一氧化碳中毒危險 沒有煙 然後呢比較 他這個有些還可以定溫 定溫的話不會烤焦 但是我覺得他最貼心的地方 是那個導油 對 我覺得如果這一台 我最讚賞的 並不是紅外線的設計 而是那個導油 第一個讓你定油 第二個 沒有油在那邊一直吃吃 烤焦機率又低 對 因為烤焦到底會有什麼樣 因為我們那時候 電粉烤焦 蛋白質烤焦 或者是脂肪烤焦 其實對健康為還是不一樣 對 所有的東西烤焦都是不好的 那最常見的烤焦危害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焦化的過程中 會產生叫做 對方香類的化合物 那現在已經 已經是它就是致癌物 甚至包括一些 大腸癌的風險都可能提升 所以我覺得它的好處 這一台我最讚賞的地方 是導油口 像我很喜歡在烤肉的時候 把一些醬料弄上去 是不是烤如果該注意一些 配薄的地方 如果你下面有墊鋁箔紙的話 你這些三星的調味 要不要先放上去 其實我覺得它這樣的烤法 是蠻好的 就是先都沒有任何的調味 先放上去烤 那第一個 你的這個味道不會太重 那個鹽分會低很多 然後再來呢 它 它比較不容易燒焦 對 然後其實這個烤呢 看起來是蠻快的 但是一定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如果有一些 是有厚度的 你建議先水煮 或者先微波 之後再來燒烤 這樣會減少很多的時間 那也像素卿講的 會減少很多有毒物質的產生 先煮熟的意思 對 像玉米要烤很久很久 所以先煮 像我會先用微波加熱 或者是用蒸過 然後再去烤一下 它那個風味會存在 但是它的這些 多短時間有毒物質也會少很多 那所以像是我們很愛烤的那些 熱狗啊 香腸啊 火腿那些 我應該要吃的啊 我應該要吃的 我應該要吃 因為水路鬼才是 我應該要問你的 老師 我最應該要問你的 你要吃的是什麼 毛豆 地瓜 拿來口 那才好吃 我們這些凡夫俗子 就還是有時候想要吃點香腸啊 真的 如果你真的要吃香腸 尤其是小孩子 我們都知道對亞硝酸鹽 對小孩子的血來是有影響的 對 我是建議這些熱狗香腸 偶爾吃的時候 一定要做一個動作 水煮 就是把它先搓一搓 然後去水煮 可以減少很多的亞硝酸鹽 或者是磷酸鹽 然後呢 其實呢 你這時候再稍微烤一下 那再搭配大蒜 還有這個農委會做的 包括這些高維生素C的水果 都可以減低有毒物質啦 所以如果偶爾吃的時候 要這麼做 哇 養肚子 會烤 我很會烤 有沒有 妳要準備泡菜 還有歐巴 還有餐廳 對啊 還有歐巴在吃啊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看看 中秋節的時候用這個無菸的 然後又健康的這個烤盤 謝謝 中泡菜來了 因為每天都要負責很多人的飲食 真的 大肚 對 我要來介紹就是 省力切菜的神助手 唉唷 因為我之前曾經有個經驗是 我切馬鈴薯切到黃身 我切片 切薄片結果滾 滾走了 然後小植頭 那時候菜刀是直接剁的小植頭 那現在我就來介紹一下 就是我在網路上面 就看到 我看到那介紹影片的時候 我整個驚訝 太好用了啊 這一台 我要先那個展示一下薄片的 小朋友不是最愛吃那個馬鈴薯 對 小片嗎 這個 唉唷 唉唷 超安靜的 它其實動作就這個要把它插住對不對 對 這邊就是 陶絲啊 切菜的變形金剛沒有錯 大家說 輸對了 喔 它就不會滑走 它就不會滑走 固定了 然後這邊呢 也不會是安全一點 然後這邊是可以調那個 刀片的厚度 你要切多薄 多厚都可以 好厲害喔 大家看到嗎 好強喔 太方便了吧 對 所以還有人用檸檬 檸檬撥片 你可以自己調 對 那我稍微合一遍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樣過去 唉唷 唉唷 好燙魚的聲音喔 洋芋片欸 而且你看它有多漂亮 它是撥 撥浪紋的欸 撥浪紋 然後也有撥浪的那個刀片 這個是洋芋片 就拿去烤就是 對 沒有錯 可以直接烤成洋芋片 那我來弄薄一點 薄一點給大家看 好 好薄好薄 好薄 好薄 超薄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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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還透欸 你看 透的這個薄的差那麼多 有沒有 其實我們以前家裡 都有那種 媽媽那種綠色的那種 對 超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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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是安全 就是你不會用到 非常安全 好棒 你很聰明欸 好方法 買到最好厲害 然後再來就是我要來展現一下條狀 條狀它很特別喔 刀片在這裡 喔 喔 出來了 對這邊 就是轉出來的 你可以不要 這是條狀的時候 剛剛片狀就沒有 有暗期 然後我來用一個紅蘿蔔好了 這個機器真的好厲害 對 這個機器真的很厲害 會太厲害了 啊 好可怕喔 好可愛喔 它先順切 然後再橫切 就變成這樣 好強喔 對這個是條狀的 然後我要用這個 來展現一下那個 顆粒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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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顆粒狀的時候 就是先過去的時候 不要到底 然後我再一次轉回來 哦 啊 喔 好厲害喔 有點厲害 有點那個蝴蝶刀沒有切到底 然後轉過來 很低音耶 好厲害喔 很快樂的 我覺得很方便 你真的是平常 你有在家裡用的耶 不是 你是放左腳的耶 我上面都有沾那個顏色 有這個玩具男生 會增加下廚的樂趣 真的是很好玩耶 而且我老實說 其實備料最辛苦 對 因為像每次備料 被三四個小時 我老公來炒一炒十分鐘 我就會 多忙做他的 對 他就說煮菜 是不是 而且我們家還有一個就是 煮湯的時候最麻煩 我們家小孩很喜歡喝那個 蒜頭蛤蜊雞湯 你知道那蒜頭要放多少嗎 而且我們家是煮那種 十公升的大湯鍋 天啊 十公升喔 是真的十公升 很深的那一種就對了 對 然後我們家大蒜 每一次煮那一道湯品 我都要用到大概 五十顆大蒜 真的超大 真的超大 你知道我去這個蒜皮去 有多辛苦 結果上網就有找到這一台 就是去 他可以去蒜皮 又可以切碎蒜頭的預算 其實這個還不錯 我不知道他可以去蒜皮 我也不知道有去蒜皮 真的 我現在先討論給你們看 來 你看他這邊 去蒜皮他有到 就是這個工具要在裡面 它不是刀 它不是橡皮的 對 橡皮的 然後你就放進去 就直接把它丟進去 就直接把它丟進去 拉它的時候要響一起來 對 拉得比較輕 拉得比較輕 對 老公很健碩 我去蒜皮了 牛巴喔 這不對 而且要拉很快喔 真的好棒喔 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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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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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超漂亮的 加一加一 真的完整耶 請問有現場開放體驗幾組嗎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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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便宜啦 然後這個稍微水沖一下有沒有 水沖一下把它沖乾淨 就可以先 就可以倒了是不是 來 先把這個刀具裝上去 就換一組 換一組 剛剛那個不是刀具的 然後一樣丟進去 它一樣是那麼的簡單 就一樣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想老公有毒腺咒 小孩有什麼動作嗎 好厲害喔 好方便 你看 一秒完成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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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感覺它是真的 很想來就對了 對 推薦推薦 就是大家的 好好用的鐵菜神器 可是台北老師 我知道其實像 蒜頭這種東西 是要切水好像 營養比較好 可是有些食物不是這樣 對不對 是青菜啦 就是青菜很多 它是水溶性的 所以你切了青菜之後 記得10分鐘之內 趕快去煮它 對 不要切了之後 放置很久 因為它水溶性的 維生素很容易流失 但是蒜頭啦 蔥薑 蒜 洋蔥這種 你要切了放置15分鐘以上 這樣它酸素流化出會更多 喔 謝謝 好厲害喔 真的好棒 這個呢 其實我相信大家 對它都不陌生 但是為什麼它在我們家 會是一個神器呢 剛才所有媽媽介紹的 都是一些用具 工具 但這其實在我們家 是神器的原因 是因為呢 我們家的小朋友 坐落在不同的年齡層 我相信吳寶媽也會知道 對 就是小朋友 像老三在喝奶的時候 老二跟老大同時間餓了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做一堆好的 飯菜給他們吃 你也不 像我就很 不想要買便當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 買便當 對他們來講 可能怕營養不均衡 然後也怕吃了 就是對腸胃不好 後來呢 其實我發現到的是這個 其實它很棒的地方呢 是因為呢 它以前我們所看到的 這些包裝啊 你都會覺得 對裡面有很多疑慮 但它其實裡面呢 在這邊有寫 它是全部都是 對 而且它的包裝後面都 因為媽媽都很在乎包裝 我看過 我成分其實看得很清楚 它後面的成分 所有都是一清二楚 然後沒有你不認識的東西 在裡面 真的很重要 對 是完全都是很天然的 那今天要來用這個 來做一個不一樣的 叫做什麼名字 講來聽聽 叫做 一般我們呢 一般我們呢 這樣一包是大概四人的份量 然後呢 平均呢我們做濃燙的話 水會比較多 可是今天我要做的是冷麵 所以我想要把它做的 像是一個醬料 一個醬的感覺 淋在我的麵條上 所以我會慢慢的加進去 那 加的水量呢 大概就會是 一包對350cc的水 好香喔 對 它有很舒服的香味 好環面的味道 真的 一般來講 我們喝這種東西 最怕就是有味精 對 但是其實它的所有的甜味 跟來源 都是在它的食材 裡面的食材 像裡面有加薑黃 然後有玉米 有 我有看到 對 然後有馬鈴薯 香菜 對 有香菜 很多苦 對 所以其實有菜 然後又有玉米的澱粉 吃在裡面 然後我又給小朋友吃 可能麵條啦 或是其實我可以用它來做 燴飯 喔 一樣的道理 然後你是用飯的方式 然後撒一點點的那個 肉鬆 對 或是芝麻 海苔上去 小朋友就會非常非常非常喜歡吃 可是蘇青姐我一個大問題 它上面講說 自然簡單最美味 然後說 不添加防腐劑 不添加人物味精 可是我看到它保存期限 可以到一年 為什麼 怎麼可能 主要就是說啊 我們在講 我們保存食物的方法 有很多種 那現在最簡單的方法 可能就是放防腐劑 可是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我用物理的方法 我用乾燥 我把食物集齊脫水之後 因為水分是細菌生長很重要的 營養源分 就像我們人要喝水 細菌也要喝水 所以當我們把食物透過乾燥之後 它的水活性降到很低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抑止那個細菌的滋生 而且它用這種好的乾燥方法 還可以讓你那個食材的原味 再留存下來 所以做成這種乾燥是我們 大家知道 乾燥是一個很好的抑菌的方法 所以即便不放防腐劑 你也可以保存一定的期限 對 好厲害喔 而且它這樣一直打開 那玉米好多 就覺得 對啊 我跟妳說 它的玉米很大一顆 而且你有發現到它的 它雖然在裡面 沒有加任何的人工的香料 然後跟防腐劑在裡面 跟味精 可是它很香 是因為呢 它的食材它真的不手軟 它的玉米呢 是 在上面都有寫 它有寫 原件 3A級 對 這算是 玉米界的LV 哎唷 厲害 玉米界的LV 而且它是 非精英改造 有它這裡其實標示得非常清楚 對 它的成分非常非常清楚 然後再來寫說 本產品均使用非精英改造 對 這很重要耶 很重要 真的 因為我覺得 剛才徐小可在講這個 描述這些產品的時候 我想要給大家一個新的觀念 就是說 我們以前 我們跟唐老師 偶爾妳一定會用到加工食品 對 但是我們都很擔心 加工食品拿起來 背面一大堆妳都看不懂的東西 對 什麼這個Hiro 什麼線乾飄零 還有Hiro 就一大堆也不懂 看不懂 所以我們都覺得說 大家要去 現在追求的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很說 我們叫做 cleanable 第一個 它盡量用最自然原始的原料來做 對 第二個就是說 我的標示是很清楚的 我們的消費者很容易懂的文字 都會有一大堆妳不認識的字 那它的資訊是透明 妳一看就知道是有什麼東西 那它是 就是說 我可能看起來幾乎都是 一些妳懂得的原始原料 很少 盡量少用這些其他的 不必要的添加 了解 所以這種大家可以了解說 這種叫做clean label 是我們未來在選食物的時候 其實妳可以做為一個 安全的參考 真的 這種其實在買的時候會更安心 因為全部東西 我們認得 對 然後它有自然的勾芡 像我可能在家裡面 在家裡面吃完會打蛋 就打蛋進去 然後會更營養 那它的勾芡大家就想說 會不會是因為加芡粉 不是 它就是馬鈴薯的甜粉 有 它裡面是馬鈴薯的甜粉 對 所以自然而然就會有一些 就是勾芡的感覺 其實這都是天然跟健康的 好香喔 它的味道會比較濃一點 因為我要做淋在麵上 那剛才有講的是冷麵嗎 所以 因為我怕大家就太餓 所以反正我就是 稍微淋下去 因為老實說 我在家真的小朋友很餓的時候 我叫做白飯 肉鬆 但是白飯香鬆 只能這樣子 可是這個就很有營養 對 然後它有紅蘿蔔 然後又有玉米 然後其實你可以再準備一點點的肉片 像小朋友如果喜歡吃雞肉 然後或者是牛肉片 豬肉片 妳這豬肉片應該是剛剛那個佩雞烤完的 喔 對 大人吃烤肉 小朋友還不覺得 還不覺得 還不覺得 所以換句話說 大蝦已經被佩雞吃掉了 不然應該有大蝦 對 好 sorry 你看這樣子 這樣子一碗 超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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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但是這樣還沒有完喔 所以如果小朋友吃完 你看我今天做了還有這麼多怎麼辦 你也不可能放在那邊浪費 是 我可以再加 大概比剛才大概三分之一的水再進去 它又變成濃湯了 喔 然後再打個蛋花 對 又變成濃湯了 所以其實可以這樣子一包多用途 那每個小朋友針對他今天想吃飯啊 想吃麵或是想吃湯 都可以去就調味 看他這樣子 隨便喇喇想說應該還好 可是我覺得還滿有味道 而且玉米很甜 而且吃著吃著我就覺得 說實在我覺得 除了剛才講的那種clean label 就捷徑標示 大家可以做挑選品牌的參考之外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件事 也是媽媽們可以關心的 就是說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最近為什麼突然間又暴雨啊 就納淹水啊 然後熱得要死 冷得要命 就整個地球環境都在變 所以現在有很多的企業 他們的品牌也開始有這種 氣味的社會責任 所以你看從一顆種子開始 他們就去想說 我有沒有辦法要做一個 永續的環境保護的種植方式 怎麼樣跟農夫合作 怎麼樣讓這個 我這個種植是不會危害到環境的 這種環境保護的責任 我覺得也是大家 在以後再選擇產品的時候 可以看企業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畢竟我覺得大家都要共同 維護這種地球它的永續 真的 吃個東西然後也很環保 對 地球的這一塊 大家覺得怎麼樣 好好吃 非常好 很好吃 又方便對不對 又營養 這一定小朋友喜歡 雖然我個人比較喜歡酸辣的 可是這小朋友一定很喜歡 我喜歡酸辣的 說要愛地球 因為節能 然後正確的名稱其實是叫做 烤盤式節能版 這一片的意思就對了 它就是這一片 對 它就是這一片長得很像那個盾牌 對 然後它為什麼很厲害呢 那就是因為 其實我本人廚藝 並不是那麼的厲害 然後我老公比我還會主辦 哎呀 對 那所以呢 我那時候會主辦的時候 然後看我在那邊切菜廢量 廢超久 我需要五寶媽那一台 然後呢 我就在那邊切了很久的時候 我湯可能已經在煮 然後才我一轉身 湯已經滿出了 等一下妳一轉身怎麼樣 轉身 妳要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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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滾滾滾 對啊 妳要轉啊 妳要轉啊 我們心都滾了 我一轉身然後湯就全部都 就是亂七八糟 會啦 然後我老公說妳在幹嘛 我幫妳好不好 所以如果他在家的話 我在廚房煮飯 他一定會過來說 妳要不要幫忙 因為他很怕 所以妳就找到這個東西 對 因為這個板子呢 其實它就是 節能 把火關了之後 它還可以繼續的保溫 這樣 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它有點像是 砂鍋跟燜燒鍋那樣的感覺 所以把溫度 會一直持續在那裡就對了 因為我這兩個 一個是有放節能板 一個是沒有 對 然後裡面都是滾水 那我現在如果把兩個火 都一起關掉 三二一關 關 這邊還會 等一下會繼續滾更久 這樣子 對 有嗎 而且我覺得它很厲害的是 因為它呢 因為它是可以均勻受熱 所以呢 如果說妳東西全部都 就湯可能 賣出來啊幹嘛的 那它上面可以擋 抵擋住 而且呢 會直接 對 而且我們很怕我們很貴的 鍋子底部 不是會接觸到 對啊 就會很黑很髒有沒有 它如果妳有這個板子 不會 因為接觸到的是這塊板子 對 然後它很好洗 就妳把它拿出來 然後泡在水裡面 然後隨便搓一下 其實它就乾淨了 欸 其實這兩鍋很妙耶 它這個 它的火啊是持續 持續 它這個 它這個就一個地方 就這個地方滾而已 對 可是在這裡 它有很多地方在滾耶 對 其實還蠻明顯的 好明顯喔 那其實這個板子呢 它除了可以這樣子之外 它其實就是可以抵抗冰與火 它這個抵抗火對不對 它還可以抵抗冰 什麼意思 就是說它可以幫妳解凍 然後我兒子很愛吃魚 所以我們家的冷凍櫃裡面 永遠都有非常多隻的 就是白肉魚 然後妳就 其實妳這個板子 妳就擺在桌上 然後妳把魚放上去 如果妳有兩塊的話更好 就上下夾 上下 對 上下夾一塊 然後其實它解凍的速度很快 大概等個 又先把那個魚拿去水沖過 然後放在上面 可能等個五分鐘 五分鐘 對 等個五分鐘 妳就可以拿去煮了 真的假的 它不會完全解凍 但其實它表面啊 什麼都已經 可是這個原理是什麼啊 簡單版 對 大家一定以為 它跟美國隊長的盾牌一樣 是一個非常神奇的合金物體 對 其實妳想想 它就是一個做成 很像妳們家有很猛的鑄鐵鍋 它也有類似的功效 就妳會發現鑄鐵鍋 當它是一個非常好的鑄鐵鍋 第一個它導熱非常均勻 第二個它其實關火之後會熱很久 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類似鑄鐵鍋的板子 所以我覺得最近就是 如果老公 妳發現妳老婆一直吵著要一個鑄鐵鍋 妳就說 老婆我送妳一塊節能板 妳用妳的廚房很安全唷 這位老公是這個意思嗎 是 但是對於妳家裡沒有那個預算買那個 它就很好用 因為它就是導熱均勻 鍋子屁股不會黑 然後相對呢 妳要溫鍋的時候 老公還沒有回來放 它真的可以熱滿久 我覺得有這個好處 那解凍就是因為很簡單嘛 冰塊在上面 如果冰塊妳放在一堆裡面 要等它融化 它的熱只能靠傳導 那散得很慢啊 可是金屬大家都知道比熱啊 所以它放在那上面 接觸面就大 一下子熱被吸走了 所以就已經融了 我覺得它很快 它在幾秒鐘之內就 很快就融了 因為妳想妳用這麼大的面積的金屬 在幫它散熱啊 那有哪些方法 可以在碰條的時候 讓食物我們可以均勻受熱 然後加速受熱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板子的話 我覺得蓋鍋蓋 妳說蓋鍋蓋 因為它水分不會蒸發 而且這在裡面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簡單的一個方法 對 謝謝 謝謝 根本要應用是夏天很熱要散熱怎麼辦 對 拿一個很大的鐵塊 然後妳就躺在上面 然後重點是要穿成這個樣子 對 對 對 謝謝欣妮 謝謝欣妮 謝謝 這麼大正上 對 我把家裡的東西都扛過來 妳今天請八個藥人幫妳帶過來 真的好辛苦喔 要付八個人的錢 太累了 因為往下接給大家 妳要介紹的是什麼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低溫烘焙的那個烘焙機 對 因為現在很流行 對 現在很流行低溫烘焙 然後因為我們 我平常之前在餵奶的時候就是亂吃 大家都知道 炸雞啊 隨便吃 所以現在那家裡的寶寶現在開始吃副食品了 然後吃副食品之後 全家人都關心小金孫的食譜 那我伯伯呢 他就上網 買了這本書 《低膨慢煮》 那我們之後才開始 接觸到什麼叫做低溫烘焙 對 然後因為裡面澆了蠻多的 然後有些 它這個是那個什麼 舒肥肌 對 如果家裡沒有舒肥肌沒關係 我們也可以用電鍋啊 或是什麼都可以 你只要去恆溫這個 我們等一下會浸泡東西 浸泡食材 對 它的原理就是用熱循環去浸泡 然後隔水加熱它 然後如果你在譬如說 像我們要料理這個東西 譬如說我們今天要料理這個牛排 對不對 我先 哇 他們這個果然不一樣 對 因為家裡最喜歡 我們家就薄的五花肉 對 我們就薄的五花 哇 他們小的五花 對 然後今天我們像這個 我們可以不要那麼酸 對啊 不要這樣 然後我先把它水吸乾之後 是 你可以先料理它 你可以先幫它調味好 可以先調味 對 可以先調味 然後把它調味好之後 真空包裝 真空包裝的目的 它就是 在浸泡的時候 不要讓它水分跑進去 然後散失它的那個原汁原味 如果家裡沒有真空機怎麼辦 沒有沒有 對 其實做這節目的時候 我知道有很多東西 可能比較不能碰 像是反式脂肪之類的 可是有一些東西是我們生活中 真的會遇到的 像飽和脂肪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教我們怎麼樣 可以攝取 會比較OK 你可以看到過去這一百年來 漸漸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反式脂肪 這不是天然的東西 對 就最後發現根本是 連旁都不要碰 對 那飽和脂肪呢 那時候跟反式脂肪 有點混在一起 嗯嗎 那豬油油 對 對 所以大家有點搞不清楚 那現在我們都 已經把反式脂肪拿掉了 那現在就回過頭來 動物性的飽和脂肪 大家都知道嘛 動物的脂肪 對 植物其實也有飽和脂肪 像椰子油啊等等的 那它對我們人體有沒有危害呢 那研究告訴我們 大量還是有啦 嗯 比如說你每天都吃大魚大肉 每天都喝椰子油 每天都喝豬油 嗯 那當然長期來看 我想對你的心血管 是有危害的 嗯 但是在适量的攝取 其實沒有證據顯示說 你吃豬油 你就一定會心血管怎麼樣 那你吃植物油 就比較好 嗯 其實似乎現在看起來 並沒有這麼的明顯的差距 嗯 所以最後回過頭來 我們今天我們的孩子 要吃食物的時候 一定要避開動物性的油脂嗎 一定要避開植物的飽和油脂 比如說椰子油啊 或棕魚油嗎 我想就是適量 嗯 適量的狀況下 你的孩子沒有過多的攝取 尤其你的孩子沒有肥胖的問題 表示他攝取的熱量 還是適中的 那麼均衡的飲食 應該不用太擔心 嗯 所以適量很重要哦 我要小心 在家裡沒有真空機 這麼棒 沒有吃到哪裡也沒關係啊 對 然後我們家裡有蛋 人家裡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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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souvi day是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 就是真空的意思 哦真的嗎 他生哪一國的話 法文 是法文吧 souvi day souvi day 對 然後他的亮燈結束就可以打開了 像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丟進去 因為我剛剛有設定65.5度 然後我就會先把它丟進去 然後我大概會設定大概40分鐘的時間 然後再把它拿起來 真的 這一根的厲害處 就是它可以讓這個水一直都65度 對 一直都65 它會一直控制在65度裡面 可是我怎麼很低溫耶 可是你看食材 看你的食材 看你的決定 因為如果你調的溫度越低 你需要的時間會越長 然後第二個就是看你食材的結體組織 就是結體組織越多 你要讓它軟化 它需要的時間越長 所以其實溫度 但是通常不會再高過65以上 通常它大概是65多 所以因為我很土耶 我常常有時候去咖啡廳吃東西 我想說它就給我料理包 然後為什麼收那麼貴的錢 殊不知它是用這台機器的 對耶 這台機器料理出來的東西都非常的美味 像鮭魚啊 雞胸肉啊 臉丸肉都很好吃 鮭魚吃完就切下去 你切下去就還是鮭魚的樣子 但放到嘴巴你真的覺得是豆腐 真的很假的 真的 就是會滷就不見了 你會覺得這麼會啊 蘇肥過的那個雞胸肉 你平常雞胸肉水煮的 然後你弄成沙拉劑在家 就是很柴 很沒有水 對不對 很水 比雞腿肉還要水很嫩 真的很嫩 你幹嘛不直接買雞腿跟豆腐咧 沒有 想要是雞腰 或想要是雞腰 健康 我剛剛都給你講掉了 我剛剛來講說 我吃過蘇肥的豆腐 吃起來就像豆腐 然後真的是剛剛我們已經 烹調過40分鐘了 對 所以我現在就先把它的水吸乾 所以其實它裡頭已經有點像是 五六分熟的感覺對不對 對 就先吸乾 你看你看我剛剛撒的那個胡椒都在上面 是喔 很厲害 然後吸乾之後呢 好像老人般喔 你有嫉妒的感覺 吸乾之後我就再煎 有大概30秒到60秒就可以 還要再煎 因為蘇肥的缺陷是 你看它是隔水加熱 所以它不會有 它的香氣跟不會有焦氣 也不會有煎過的香味 所以最後是這個程序 是讓它有焦香味 還有一些和化 和變之後它會有甜香味 這台 然後它有就是可以連WiFi 然後它那個WiFi裡面就有個APP 各種程式 然後它就有各種 它已經設定好的各種溫度跟時間 你要做魚啊 做什麼 雞啊 它都已經有設定好 魚是什麼溫度跟什麼時間 然後雞是什麼溫度什麼時間 你只要按下去 就只要跟著它們的設定走就可以了 剛剛 它是高屋 大家自己仔細在那裡轉喔 你家那個剛剛那個有沒有 膠檔茶包兩分鐘 是不是 用APP 優雅 剛才好 剛剛那個 你做送給我 就 就 這40分鐘 他去外面喝下午茶 真的耶 我們這個節目真的好多 一些有人住在那個 有沒有仙介的 有人住在皇宮的 我們住在菜市場的 我們都平衡 然後就這樣拿下去煎 大概煎一下子就可以了 你知道它為什麼會很油嫩嗎 就是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雞肉啊 牛肉裡面就有一些蛋白 對不對 雞紅蛋白或什麼蛋白 他們在高溫的時候會緊縮起來 就像你那個 縮起來 縮起來 它縮得越緊就越硬 可是我們如果用很低的溫度 慢慢泡熟它 它這個效應會變少 所以它就不會有很緊在一塊的感覺 我了解 好棒喔 這個我就懂了 而且像在家裡煎牛排 常常都會把廚房啊 地板啊 地上或是桌面 都會弄著油漬汁 然後噴來噴去 那自從我們這樣只要大概30秒到60秒 我們就可以起鍋了 香香的 對 起鍋之後就不會 之後清理也都會比較好清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剖面 哇 好軟的感覺 好軟的感覺 它裡面都是紅色 你看 好強喔 真的很專業 但是它表皮就不會有膠的那種感覺 而且它沒有那個很深的血水 對 它這個厲害的就是在 你花100塊的食材錢 可以料理出1000塊的食物 很嫩 像主廚的大主廚的感覺一樣 很嫩耶 而且是有肉汁的耶 你是客氣的吧 這真的是很爛的 這是非常爛的牛排 你的爛是多少錢 就是大概8千多塊的喔 可是我必須說 製作單位啊 因為是買這個肉的人 他說剛剛那3塊牛排 連八口 對 真的假的 剛剛看見 我真的賣2000了 我說真的 真的 然後這把省下的1800 去買米包 對 而且這就是要省錢 那像這個低溫烹煮 是不是真的可以消滅食物的細菌 有沒有哪些度數是比較安全的 其實基本上65度以上是可以的 而且它的時間是比較長的 如果燙青菜的話 你當然靜靜靜 大概至少5分鐘以上 但是你如果是肉類 它剛剛設定是40分鐘 一般我們至少要半個小時 那我們想要把肉啊很好吃 200塊變成2000塊 那我們真的沒有這個東西 只有煎盤的話 我們有一些什麼小屁股可以教我們 其實我用的是這個 我自己這種無毒的說法 其實美國它有建議一個煎牛排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煎牛排如果是太焦或者是太不熟 其實都可能有一些這個健康上的疑慮 那它焦了幾個方法我覺得不錯 就是像剛才圍林那樣它是後面煎 那它是開始的時候就先煎 兩面煎了之後 那但是沒有全熟 那你再放到微波去加熱 但是微波加熱要記得是漸進性的 你可以大概30秒或者1分鐘停下來看一下你的那個熟度 或者是轉一下方向 然後再加熱到你覺得你要的熟度 就先把那個肉汁鎖住對不對 不過今天也真的是讓我長見識 有好多神幫手可以解決媽媽的哏 真的 太厲害大家 有沒有讓老公想要進廚房 有 但是我現在知道他把我錢花到哪裡去了 所以我們不只能讓小朋友吃得很健康 還可以把省下來的錢去買包 真是太開心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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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讓媽媽好下本期的工作務動 大家拜拜 其實我的字很醜 而且我為了學寫字 我把自己的手寫成這樣子 就是種種的 拿筆字是不珍責的 可是我就想說要怎麼教小朋友寫一首好字 小朋友寫幾句就歪七牛八的 怎麼樣可以教他們寫出很漂亮的字 然後又不會嗨嗨叫的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我自己個人其實小時候跟你一樣 我從小學毛筆 所以我的字漂亮到大概二年級 到三年級之後我大腦就開竅了 我覺得寫字寫漂亮 耐心慢慢一個字一個字刻 很浪費時間 我就開始求快 從此之後我就 菜也沒有被人家稱讚之漂亮過了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重點 不是說你的孩子寫字寫漂亮或不漂亮 還是以人體工學來講 我就希望他在寫字的時候 不要受傷 眼睛不要受傷 要手指頭不要受傷 情緒不要受傷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所以第一個 公寓善其事必先利息器 好 寫字的筆 之前我們節目上有教 粗度 不要很細的筆 甚至有一些你的孩子手很小 有一些握筆的工具 可以先讓他來適應 桌子跟椅子的高度 可以讓他能夠 腰挺直 然後手肘 剛好放在桌面上這樣寫 不會是彎腰駝背等等 而且眼睛也可以離桌面 比較不會太近 在這樣的一個公寓善其事 把這些工具都擺好之後 那麼我才來求他寫字 本身的漂亮度 那低年級的孩子就是 你寫在框框裡就好了 對啦也是 不要 因為你知道低年級的孩子 常常會智慧 上面擠下面搜 對 我覺得一開始 也許我們稍微叮一叮 但不用太強勾 因為畢竟他的大腦 還沒有空間的概念 所以有的時候 他會逼得很挫折 我們就先不求那麼多 先寫在框框裡 寫的過程當中 如果小孩子覺得說 寫字好無聊 像我那時候開始覺得無聊 你能不能可以玩些遊戲 你都不用從頭寫到尾 可以從斜的斜右上寫到左下 斜的斜到右下 有緊緻遊戲的感覺 對 類似這樣 讓孩子在練字的過程當中 不會覺得很無聊 很挫折 然後失去信心 或者是就不愛寫字這樣子 我想這個才是一個大方向 我們可以努力的 了解 我可以改裝嗎 可以改裝在那裡 就可以改裝了 只能改裝了 我們都要給你 certo 我沒有錯過